广东徐中锋入选男狼国家队 全明星两届首发追评郭爱伦 新教练以及杜峰都没有看错人 看来徐中锋才是第一大核心 姚明更是明确的发话了 提到现在的徐杰大家都知道 他是作为广东队最顶级的大后卫 同时也被称之为徐中锋 那么徐杰被称之为徐中锋合不合理呢 在我个人看来比较合理 徐杰能突能打 而且他的得分能力防守能力非常厉害 其中在近段时间的比赛当中据了解 徐杰作为广东队的大后卫 他霸气入选到了24人的男子狼球国家队大名当 并且徐杰现在已经混到了在男子狼球国家队 跟王哲林以及孙明辉周琦等人基本同等的位置 入选到男子狼球国家队的大名当 基本上都是每年稳定的事情 那么哪怕说不少人对徐杰的身高有争议 身高只有一米七八左右 但是徐杰的球伤足够高 他在球场当中的发挥水平相当稳定 所以徐杰他如今就为一名00后 已经混到了男子狼球国家队的首发名当 接下来CBA全明星的比赛 徐杰也将会首发登场 拥有这么顶尖实力的徐杰那可以说相当强悍 让广大的球迷为此感到敬佩 那么作为对比之下呢 广州队的著名证另外呢包括了CBA顶级后卫张宁等人 大家呢还在新锐赛里面打比赛 但是呢如今的徐杰已经平步清云 进入到男子狼球国家队 谁说徐杰身高不够就打不了男狼国家队 谁说徐杰不能打CBA首发全明星呢 现在的徐杰终于做到了 而以徐杰这样的发展速度来看 甚至有机会追凭郭艾伦 作为辽宁队的第一后卫 那么广东队的顶级后卫徐杰 他是能够跟郭艾伦有了一拼呢 大家不要看徐杰他的身高体重并不够 但是徐杰他的身体强度还是比较硬的 另外呢在球场当中打得比较稳定 这也是徐杰在球场当中强大的发挥水平 那么接下来呢其实啊拥有着徐杰还不够了 广东队还有着赵锐 另外呢在男子狼球国家队的大名当 据了解 乔尔杰维奇重点提拔徐中锋 因为考虑到他的球伤足够高 创联球队的能力各方面都非常全面 所以才入选了徐中锋 那么接着呢 这名新教练除了他以外 还有姚明 更是呢对徐杰呢给到了 大拇指一般的认可 因为呢徐杰在球场当中 他的总体发挥水平呢 是打的相当稳定的 拥有顶级的投篮命中率 还有呢顶级的中锋 篮板球的能力 别看徐杰长得不高 但他的抢篮板非常的灵敏 而且力度以及弹跳能力都非常足 所以呢我个人觉得 徐杰有机会追凭郭艾伦 打脸广大的球迷 同时出仗全明星CBA的手法 我个人看好徐杰 入选道囊囊国家队 大家是否支持 说说您对徐杰的看法 还有杜峰的安排 感谢大家